在营养师贴心准备好润饼食材并且细心指导下 长者们动手动脑将同样是食材的苹果和豆干切片切细 应景清明节七毒区卫生所特地邀请营养师 到七毒永平里教导长者们制作适合长辈食用 健康好吃又容易咀嚼的健康润饼 搭配牛奶当饮料健康满满 而且平时就可以坐来吃哦 因为现在老人已经越来越高龄了 然后他们最主要牙口会不好 那牙口不好的话他们在饮食方面 他们其实就很多限制 所以我们现在会在社区 希望收集营养师来教他们怎样来做一个全骨 尤其是我们今年要推穀物 希望穀物是很营养的一个食物 然后希望他们教导能够如何怎么煮 然后配合一些现当季的食材 然后这样食用 润饼的部分我们主要的材料是用当季的蔬果 然后切丝来让长者来做包润饼的材料 那最主要我们是考虑到要让长者能够好咀嚼 好吞咽好消化 那所以里面蛋白质的食物呢 其实我们大概就是只有卤蛋豆干跟一片的红糟肉 所以我们最后呢搭配了豆浆跟牛奶这个饮品 主要是要让长者呢在吃润饼的时候 也可以补充到好的优质蛋白质 那也让长者认识豆浆跟牛奶 其实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 是对于他们要预防肌扫症呢是很重要的食物来源 一向非常关心长辈健康和事务的基隆市议会副议长杨秀玉 也特地到永平里和里长黄曹佳 一起陪同长辈们学做健康润饼 受到长辈们的欢迎 那也借由这个制作的润饼在这个亲民节前夕 告诉我们所有的年轻人 还有我们这些孩子们希望要饮水师员 懂得饮水师员 当我们吃这个食物在我们嘴巴 知道其实每一个食物都是有它的一个感恩 所以我希望说借由谢谢这个我们的卫生所 举办这个活动相当的不错 谢谢 七堵卫生所来办这个课程 也非常感谢我们副议长来这里逸琳指导 也希望他们都来我们里内 办一些有关健康饮食的讲课 也非常感谢谢市长这样子的大力推行 七堵区卫生所指出 长辈们走出家中 到里民活动中心学做健康润饼 也有助于增进社交关系减缓退化 而警察局第三分局也把握机会 在政府即将广发六千元之际 前来进行预防诈骗等犯罪宣导 避免有长辈被诈骗 记者吴俊松 基隆报导 晚餐